说到李梦和姚明 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不会陌生 李梦是现如今中国女篮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李梦被球迷称为女版的詹姆斯 在国内外都具有较高的人气 李梦身体素质出色 强大的腰腹力量无惧对抗 一点不夸张地说 在封线位置上李梦优势很大 同时李梦性格直爽并且五官精致皮肤白皙 是很多球迷眼中的偶像 同时生活中的李梦也非常励志 相信很多球迷都知道李梦曾经受过大伤 任代出现撕裂本以为会离开热爱的篮球 但是李梦没有放弃对篮球的热爱 以及对中国篮球的敬畏之心 李梦为梦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泪水 李梦在中国女篮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众多球迷的喜欢 但是让球迷感到惊讶的是 曾经那个拉着板车带母亲看病的孝顺孩子 竟然被爆出插足别人的婚姻 成为了球迷眼中的小三 李梦被前中国女篮领队张龙的前妻爆料 李梦在她还没有和张龙离婚前就在交往 并且张龙前妻表示 是李梦主动给张龙发性感照片 甚至张龙前妻爆出的李梦 和张龙视频聊天不穿衣服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 张龙前妻表示她同意和张龙离婚 但是让她想不到的时候在和张龙离婚之后 之前的一些约定 比如房产过户她名下 她愿意做公正 等到孩子成年之后都过户到她孩子名下 但是张龙不履行诺言 并且不支付抚养费 张龙前妻选择在社交媒体 曝光张龙和李梦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李梦球迷的不满 很多喜欢李梦的球迷表示 张龙的妻子也并没有那么善良 李梦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 很明显是被张龙的花言巧语给骗了 张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人 从张龙前妻的爆料中不难 看出张龙父亲曾经也出过轨 并且张龙的母亲身为人民教师也三观不正 在反观张龙身为中国女篮的领队 愧对姚明的信任张龙利用职务便利 把自己的房间号和李梦的安排在一起 很明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同时李梦事件也暴露出中国篮球在管理方面的问题 其实李梦和张龙的事情在篮球圈可以说妇如皆知 只是考虑到李梦对中国女篮的重要性 大家选择保护李梦 并且姚明也开除了女篮领队张龙 同时姚明在张龙前妻爆料之前 已经辞去了中国女篮方面的职务 现如今中国女篮由张震林母亲王芳接管 张龙前妻在网上爆料之后 反观中国女篮国手李梦也做出了重大决定 第一就是自己的社交媒体开启了保护模式 细心的球迷发现不能关注和评论了 同时张龙前妻表示之所以选择 在网上爆料出张龙和李梦的事情 是因为张龙不履行诺言并且张龙在办理出国 所以自己被迫无奈 想要靠舆论的压力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 反观张龙前妻曝光李梦团队通过平台想找他私聊 张龙前妻拒绝了和李梦团队的谈判和解要求 因为协议是他和张龙签订的 和李梦并没有直接关系张龙存在未完成的事项 所以他只找张龙解决 只可惜张龙不仅三观不正 同时做的一些事情不仅违法也违反道德 现如今李梦事件可以说已经明朗了 很多球迷认为张龙是渣男玩弄感情 把和李梦一些交往中一些隐私的东西都保存下来 很明显动机不纯 同时不仅是李梦或者其他女性运动员 可以说文化水平都非常低 再加上平时不是训练就是打比赛 一般接触的异性不多 像张龙这样的情场老手 月女无数 李梦这样的小姑娘单纯又善良 很明显也是受害者大家说对吗